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透过媒体我们都希望能够传递正确的讯息 包括心理健康促进或者是自杀防治的一些知识技巧 如果说透过报道传递太多的自杀的新闻或者讯息 甚至是在网络的留言 恐怕它的仿效或者是它的渲染 可能会影响到脆弱的族群 所以今天这个主题我想也是呼吁大家要一起来思考 媒体能够怎么样发挥正向防治的力量 然后降低这个所谓自杀的一些渲染 那首先我想这张头影片让大家再回顾一下 我们对于自杀的一个危险因子的了解 基本上是从儿童期到老年期 这是一个生命历程当中都会涉猎到的一个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危险因子在不同的生命历程呢 有不一样的一些展现 那其中媒体呢是在我圈起来的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绿色呢 其实是一个环境的危险因子 那所以媒体在对于暴露在这个环境当中的人们 特别是脆弱的族群会有一些的效应 那这个效应我们看到它是从adolescent开始 一直到older adult 所以它是其实横跨的层面非常广 目前的实证研究在媒体这一块 事实上是证据力是相对比较弱的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研究在危险因子的部分 相对于像是药物酒精 或者是致命工具的取得性 重大生活事件对于自杀的影响等等 这些危险因子来讲 它都是属于中重度的一个 中等程度到强度的一个证据 它的证据等级强度是强 中到强 但是我也有这个media 我们看到它是weak 换句话说现在其实蛮多 确实很多实证的研究呢 并没有办法去证实 暴露的情况跟它的这个自杀的危险性 不过呢还是有大概近五年的研究 很多大家在做的是 像网络留言也是一种公开的形式 那它可能导致自杀的一个风险呢 是有一些的证据的 不过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这样的一个结果 自杀的行为 事实上它的传递在网络或者在报纸上 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具细迷的一些讯息 像是左边这个图 我们看到有一些标题 就是比较聪动的标题 或者在内容当中 它讲到比较多细节 比如说它是属于上吊或其他的方式 那如果讲太子戏比特别是这个方法怎么执行 然后怎么找到这些工具 那这个就是相当危险的一种做法 那右边的话呢 是希望说有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做法 就是有一些的防范 措施或者是像是什么人的一些资讯 甚至专家学者的呼吁 其实在报纸或者网络上呢 这个比较能够发挥一些 所谓防堵的一个效果 那所以有一些学者在文献当中呢 也会提到大众传媒的角色 应该是在于怎么样能够降低 这个所谓的传染效应 怎么样能够用正确的方式报道 怎么样能够将伤害降到最低 事实上除了大众传媒 除了social media之外 其实每一个网络使用者 就是网民都是所谓的守门人 那我们应该都做一个 所谓负责任的网络公民 来看待这个所谓自杀防治在网络 或者在媒体的一个重要性 那媒体其实它的影响力 最大的族群 我想还是在年轻的族群 特别是24岁以下 青少年跟成年早期这个阶段 那当然青少年的影响力 当然不是只有来自于媒体 然而因为在这个同侪的传递 特别透过学校 那透过整个社会的一个 像是现在网络社群的发达 这个部分媒体占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 它占在前四名里面 媒体的报道又容易影响到青少年的价值观跟品格 特别这些副项的言论 或者是一些网络的讯息 对大众来讲是相当快速的传递 那甚至有一些方向 那因此在WHO从2008开始 他们就有设定一个所谓六部六要的原则 大家在课前阅读应该都有读到这个细节 那比较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六部六要事实上也是与时俱进的 像我们看到在六部里面有蛮多重要的提示 那从2008到2017其实有新的版本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新的版本 它是在2017的这个手册里面 它是由ISP跟WHO共同编转的一个 Resource for Media Professional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直领当中呢 它有一些的变迁 像是我们看到以六要来作为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说2008的版本提醒媒体同仁 要把这个自杀的讯息放在那一页 然后要跟专家讨论 词汇要注意不要讲自杀成功 这其实也是蛮多人会犯的错误 那我们应该用自杀身亡来作为一个正确的描述 因为它比较客观中立 比较没有光荣化这个自杀的嫌疑 同时要提到一些解决的方法 提供这些个案来做参考 那要提供相关的资源 或者是需要去报导一些危险指标或警讯 来让大众有更清楚的一些认识 那大家看到2017呢 这个变迁主要就是有一些的要 它变成不 专家讨论以及自杀身亡的这个词汇呢 到了2017年 因为几乎大家都知道 要这么做 所以他把这个六样呢 就改成了要报导 因应的方式 正面的新闻 那提供求助的资源 教导正确知识 以及不散步迷思 所以迷思又特别在被提到了 那同时新增的三项就是要特别注意名人报导 他这边没有讲说禁止报导名人自杀 因为很难避免 但是要如何特别注意 包括一样不要去洗名仪 不要去光荣化 不要去一些照片来吸引大众 对于这个名人自杀的一个印象 那我想这个都是基本的原则了 那在2017版 他把它列在要的这个守折里面 同时倒数第二 要访问自杀遗族 要在访问自杀遗族的过程中 谨言盛行 告诉我们在记者采访的过程 事实上不要对于受访者有二次伤害 特别是自杀的遗族 那也要注意在最后一点 提醒专业人员也会受到自杀报导的影响 那印象中我们台湾也有主播是死于自杀 那当然人人都有可能受到这个自杀的影响 也有可能有自杀的行为 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它是什么样的行业而有差别待遇 那我们同样都要发挥这个守折人的力量呢 把这个自杀的问题控制住 因此媒体专业同仁也需要去注意 有没有自杀的一个影响 那这个是六要的一个例子 它透过时代的变迁有一些的改变 让大家也可以更了解 那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参采 2017年在WHO编转的刚刚那个手册 那在国内呢 事实上我们台湾自杀防治学会 即全国自杀防治中心 从大约是2006开始 就都有在关注这个媒体对于自杀的一些影响 那在近几年呢 我们每天都会有同仁 关注这个每天的自杀新闻报道 包括纸本跟网络 那从这个投影片的整理当中 主要是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从报纸 像这个是四大报 它的一个六部的一个报道趋势 那我们可以看到 遵循率比较高的以及比较差的 那通常比较差的呢 都是什么呢 像绿色的这一条线 就是照片或遗书的刊登 所以目前来讲 这个部分似乎还是在遵循率相对 一直都是常年偏低的一项 那这边虽然只秀出2018 不过跨年来讲 全部都是以这个照片的刊登 为遵循率最低 所以这一项还是有赖 这个大家来看 怎么样来改善这样的情况 那其次呢 就是在倒数第二个难遵循的 就是简化自杀原因这个部分 那这个大众一定要清楚的认识 对于自杀的多重原因 怎么样能够透过媒体的报道 提供正确的知能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所以以这个网路新闻来看 其实这个部分是网路新闻的一个整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网路上 这个照片跟自杀原因的一个内容呢 是特别要注意的 那再来这个是六药 大家可以看到六药遵循率相对低的呢 比较是在与专家讨论跟呼吁危险指标 跟警讯这个部分 那当然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是2008年的一个标准 那2017年有更动 不过长年下来遵循这个2008的六不六要原则 我们也是都发现说这两项通常都是最低的 所以怎么样能够透过与专家的合作来 提供大众正确的知识是很重要的 那同时因为遵循率比较低的就是呼吁危险指标 提供这个民众警讯的一个辨识 那一些正确的知识还是很重要的 那2010到2017四大报 这个就是报纸的遵循情形 那这是六部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从2010的趋势 我们看到改善最多的应该就是属于这个 不要报导自杀方式细节这个部分呢 遵循有慢慢的提升 然而一直在最低的层面呢 就是在绿色这个也就是刊登照片遗述的部分 那六要的原则我们看到在遵循率一样 也是属于专家讨论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因为在报纸或者新闻产出的过程当中 因为速度的关系 所以很多可能截稿前他们没有机会 可以跟专家有密切的讨论 因此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不过未来这个情况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情况在2015开始有一些的改善 那希望是报导的方式也能够是更正确而专业的 大众传媒的正向报导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被提倡的 在2017年刚刚我们看到六要 其中一个原则就是怎么样能够提升所谓正向报导 那在现在传播媒体四通八达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传统的报导杂志到最新的像自媒体 越来越多的YouTuber或者是Podcast等等等 这些透过听的看的或者是玩的很多的方式 都在传播这个所谓正向的一些讯息 那有一些的例子呢 我们应该要有所遵循 比如说在所谓的布跟药之间 我们要遵循像右边这个可以这样报 我们提升民众对于五大征兆 就是一些自杀念头的一个敏感度 或者是也有很多现在的报导会去提出一些 所谓的自杀迷思等等 那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资讯的提供 那避免呢 像左边这个有照片示意图这些都比较 虽然是比较吸睛 但是它确实根据这个研究呢 也可能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那甚至头版头条的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尽可能不要是在明显的位置 同时它的版面不要太大 那也尽量不要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来呈现 是最好的 在所谓的正向报导这一块呢 我想是有一些的例子 一直没有办法提供完整的 不过大家可以知道说 在这几年很多电视开始有一些的正向的故事 逆境重生的一些案例 或者是在平面上面有一些文字 可以去带动民众朝向一个比较有希望的方向前进 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这也是媒体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那媒体其实怎么样能够有一些主题可以呈现所谓的正向面 那这边是我自己写下来 我认为可以提供大众一些参采的重要资讯 特别在我们这几年很多的所谓相约自杀的议题 那其实报导里面除了去报导母西子或者是杀子后自杀这些的新闻之外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同步去报导如何来关怀网路上相约自杀的人 并且提供必要的专业协助 又或者是怎么样早期发现网路世界的一些高风险 那怎么样去除对这个医疗的污名化 让需要的人早期得到专业协助 那什么是精神医疗 这个在媒体其实都可以发挥很好的一些教育的功能 那怎么样促进社区大众的心理健康促进 远离忧郁自杀风险 这些其实我想都是所谓正向的报导的内容 那我们也可以同时去强化自杀的一些保护因子 那保护因子蛮多 这个同学在第四周学迷思的那个课程当中 都已经有一些的概念 那我想比较重要的是如何在报导当中去选取几个 比较重要的 好比说任性 这个心理任性 他就是怎么样强认自己的心理特质 或者提升自己的认知弹性 例如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怎么样从报导当中去强化这个概念 那这边就以这个resilience 任性或叫复原力为例子 那它是一个怎么样能够超越或恢复我们自我 甚至超越自我的能力 那在有一些的电视或者是网络一些故事当中 其实我们有看到媒体工作者 他们也会去强化这些自杀防治的案例 那我觉得是蛮好的地方是 如果针对某一个族群 我们除了去提供这些的故事 那也可以有整理出一些重要的做法 像前面所讲到的 那怎么样能够提升大众正确的知识 那去除一些污名的错误的看法 其实这个都是连带可以从媒体提供的 那同时知识生命守门人的概念 也可以从网络得到更多的一些传递 特别怎么样能够发挥关键一刻的力量 让大众知道说我们都可以去拯救这些生命 那例如像这个报导呢 它就是以跳桥的事件来讲 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守护天使 在不同的社会角落去守护这些自杀的个案 那我想今天这个 今天的课程所谓媒体的影响 它的范畴其实非常广 我们刚刚已经有看到说 自媒体的时代 很多的平台或者是各种这个大众传媒 都算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范围 那我想希望就是说今天的讨论 我们可以广泛当中 大家能够带有一些的建设性的意见 或者是提出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 那我们也可以从网络搜寻一些 各位的一个答案 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 我们还是提出来 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探讨 那我们今天期待今天的讨论 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谢谢大家